首先我们得感谢这台挖掘机 这绝对是现代版的鱼工一山了 千辛万苦,历尽磨难 但是凭着它的持之以恒,终于获得了成功 可是这台挖掘机能够解决运河的堵塞 却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全球贸易供应链的拥堵 这因为货物大量的机所产生的连锁反应 已经让红海地中海的港口承受的压力巨增 那么各大集装箱搬轮公司呢 货物运营也陷入了混乱 因为谁也没有办法告诉客户 你的货物什么时候能够抵达 对于这条线上的订仓 现在几乎都是做出了取消或者是劝退的处理 如果绕道好望角或者是巴达马运河 那这个运输时间的延长呢 最终会使得全球集装箱的运力会被削减 甚至于会出现运力短缺的现象 那么这种影响是全球性的 它会影响到全球所有的贸易航线 目前这个长次轮啊 正在运河的大苦湖茅坡 大家看啊 这里就是大苦湖 它在这里将接受各种的这个检验 检查 问询 海事调查等等 我猜想呢 它下一步应该是就近的港口 比如说赛德港 先靠泊 优先先处理货物吧 如果说船东的事故保证金能够及时到位的话 而且这个船舶也处于一个试航的状态下来 运河当局啊 应该是予以放行的 也就说该轮是可以恢复它的航线的 否则的话呢 就要卸掉所有的货物 来做一些转船啊 分流的处理 这样呢 就能降低货物的延迟交付成本 当然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而已啊 一切呢 都得看事情的进展 OK 让我们回到大苦湖啊 来体会一下船东的心情吧 此时此刻的船东啊 它将面临随之而来的各种费用的支付 各种索赔 海事仲裁 甚至于是诉讼 因为这一切啊 都将步入程序 这将是一个相当复杂 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关注这个新闻的朋友们呢 你后续很有可能 你会接触到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共同海损 我呢 就想借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概念啊 这样呢 大家在以后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呢 就不会陌生 共同海损起源于爱秦文化 古希腊南端的爱秦诸岛中间呢 当时是商船往来 贸易频繁 当船舶航行发生危险的时候呢 他们就习惯抛弃一些货物 这样呢就可以减轻船载 对吧 这样避免请负 然后事后再去商量 大家怎么共同承担这个损失 那么这样发展 最初成文的这个规定 是出现在罗马啊 有个十二通标法 里面有记载 那么随着这个贸易的不断扩大 那么共同海损的概念呢 也就是不断成熟 最终呢 是在1890年 就定立了约克安特卫普规则 然后呢 就先后修正啊 直到最近的2004年的约克安特卫普规则 对共同海损呢 再次做了调整和修改 那什么叫共同海损呢 大家先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可以按一下暂停来看一看 首先呢 是同一航程中的财产 遭遇共同的危险 这个好理解啊 比如说长次轮这次搁浅之后 那么船舶和船上的货物呢 都面临着共同的危险 比如说有情妇的可能等等 那么第二个 共同海损的措施呢 必须是有益而合理的 比如说这次的救助啊 船东明明知道 要支付额外的救助报酬 但是呢 他也要这样做 因为他的目的啊 是为了解除这个共同的危险 第三呢 就是共同海损的牺牲啊 必须是特殊的 支出的费用呢 必须是额外的 咱们假设一下啊 假设这个长次轮呢 它为了拖钱啊 为了拖困 它强行使用主机 然后呢 导致这个主机损坏了 这个应该就属于共同海损了 第四点呢 就是共同海损的措施啊 必须是有效果的 咱们还拿这次这个救助来说啊 长次轮呢 最终是拖钱了 拖困了 那么这个就是有效果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便于理解 比如说船舶失火了 引用海水来灭火 凡是有烧痕的货物呢 你再被海水尽坏 都不能算共同海损 而原来完好的那些货物 你由于救火 被海水给尽坏了 这个损失 应该就列入 共同海损了 有关共同海损呢 是相当复杂的 我这里啊 也只是简单介绍 欢迎大家呢 评论指正 咱们一起探讨 好 那这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待 你是的 那边 在电话 没错 我们下期待 快地 在个人 沉甸